行人走到一半 人行道突然消失 得要繞到馬路上演人車爭道的險境 台北市敦化北路這一處巷弄 近來也登上國際版面 一群小朋友走在綠色人行道 前方竟然是整排機車停車格 就有網友看不下去 直接PO上美國知名論壇 Reddit都市地獄版 專門記錄都市設計問題 羅列各地都市黑暗面 台北也被點名人行道設計有問題 讓孩童被逼走上馬路 喊話講是否趕緊動起來 但不只行人地獄國際認證 機車族也因為市區道路頻繁開挖 導致部分路段凹凸不平 民眾騎車上路左躲右閃 儼然淪為馬路障礙賽 8號凌晨特地會同工程專業的副市長 李四川視察北市松江路的路頻工程 重新啟動過往好市府的路頻專案 更預計今年度已經排定106條路段 施座路面更新 科歸講不隨但好歸講要隨 畢竟新官上任得拿出決心洗刷人車通行的地獄污名 不讓前朝留下的稅政問題成為自己任內的絆腳石 靜新聞陳勝義許榮廠報導 大賊靜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軍績 軍績 韓國 韓國 日 呀 省 20